请基督徒喜爱我们 并领自己的血 解救我们脱离罪魄 使我们成为国度 成为事奉他 建主者的自己 阿雷路亚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 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大家早安 昨天的读经医 我们看到了保禄 他在耶路撒冷被抓了 以后因此他为耶稣基督的见证 死亡复活的耶稣基督做见证 在场的引起了分裂 在今天我们听到是 我们将听到是保禄 因为为了耶稣基督做见证 所以他坐牢 我们可能在某一程度上 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受苦 我们也祈求天主 我们也祈求天主坚强我们 继续为他做见证 不要放弃 现在我们大家人最虔诚的举行圣祭 我向圣人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思念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中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得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天主 你借着基督的胜利 和圣神的光照 为人类打开了永生之门 求你上次我们 领受如此红恩之后 自应努力 使信仰日益增长 更殷切地侍奉你 以上所求 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祢职圣神 永生永亡 阿们 公读中途大事录 阿格里帕王和贝勒尼切 到了凯撒勒亚 问候菲斯托 他们在那里住了许多天 菲斯托就把保禄的案件 成名给王 说 这里有一个人 是菲里斯 留在狱中的囚犯 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司机长和犹太人的长老 告发他 要求定他的罪 我回答他们说 被告还没有要原告当面对职 又没有机会为控告他的罪辩护 就把那人交出 不合罗马人的规律 后来他们到了这里 我没有迟言 次日便开庭 下令把那人带来 原告站起来 他们所控诉的 没有一件 是我所想象中的恶事 他们的争辩 仅是关于他们的宗教 和关于一个已经死的 耶稣 保禄却说他活着 对于这些争执 我不知如何处理 就问他 要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在那里受审 可是保禄却要求上诉 将他留给皇帝审断 我便下令留下他 等我把他解送到凯撒那里去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在天上建立了宝座 上主在天上建立了宝座 我的心灵请歌颂上主 我的五内请赞美他的圣名 我的心灵请歌颂上主 不要忘记他的一切恩宠 上主在天上建立了宝座 天离地有多么高 他的慈爱 对敬畏他的人也多么深厚 东离西有多么远 他使罪过离开我们也多么遥远 上主在天上建立了宝座 上主在天上建立了宝座 他的王权统治万有 大能的天使 你们听从他的命令 你们遵行他的指令 请赞美 请赞美上主 你们是执行上主旨意的中仆 上主在天上建立了宝座 A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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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说圣神必要教训你们一切 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 A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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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主与你们同在 圆得清明同在 共度圣肉网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A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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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就对他说,你目放我的羊。 耶稣第三次问他说,若望的儿子西满,你爱我吗? 博多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 不禁忧愁起来,就对他说, 主啊,你无所不知,你晓得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你围养我的羊群。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 自己树上腰带,愿意往来。 当时到了老年,你要伸出手来, 别人要给你树上腰,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 耶稣说这话,是指他将怎样死,以光荣天主。 说完这话,又对他说,你跟随我吧。 上主圣言, 求求我们赞美你。 大家早安。 早安。 有一个宗教学家, 说在我们人的力量之外, 在人和我们可以看到,可以预期的力量之外, 有一个更大的力量。 那他描述这个更大的力量, 叫做, 他是用拉丁文, Mysterium, Tremendum, et Fascinosum。 Mysterium就是一个奥秘, Tremendum就是一个可怕的, Fascinosum就是很吸引我们的。 所以这个奥秘, 超过,超越我们人的力量, 这个奥秘有两面。 第一方面是非常的吸引我们, 让我们要靠近他, 让我们去接纳他, 让我们靠在他旁边, 那我们在他旁边得到这样的力量, 我们的生活就有安全感, 我们的生活好像不缺, 什么都不需要, 有了他在, 一切就美满了。 但是另外一面, 要靠近他, 靠近他,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 我们也同时说在他旁边, 我们得到安全, 也有同时间觉得恐惧, 就让我们就不要接近他, 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配, 接近他。 所以这个力量是有两面, 有一方面是, 好像是一个铁匙, 拉着我们过去, 那另外一个好像是在那边, 推着我们离开。 那这个就说, 这个在人的力量之上, 有这样的力量。 今天我们听到的耶稣说有关爱, 他问伯德鲁, 你爱我吗? 你比他们比别人爱我吗? 那我们说这个爱,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 非常的美妙。 当时呢, 我们对天主的爱也是一样的, 一方面是吸引我们, 但是另外一方面, 好像是有一个可怕性的。 他的吸引力, 就是我们在天主的爱内, 我们得到一切, 我们得到满足, 我们得到平安, 我们得到安全。 在他的爱内, 爱内, 我们什么都没有任何的需要, 没有任何的需求。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 天主的爱对我们人有一个要求, 那这个要求是耶稣自己, 他已经立了一个榜样, 这个爱需要我们的牺牲, 需要我们的奉献, 所以这个方面的可能就是让人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可怕性的。 像今天, 我们看到了耶稣问伯德鲁, 你爱我吗? 伯德鲁就说, 我爱你, 我爱你。 他回答耶稣, 回答前面两次, 我爱你。 但是到了第三次, 耶稣问他, 你爱我吗? 他有改变, 他回答的时候有一些改变, 他怎么回答呢? 我们的福音告诉我们怎么说呢? 他面带有丑。 另外一个的翻译说, 他就哭了, 回答。 那为什么他会有丑, 会这样的哭了, 是因为他看到一个可怕性, 因此这个爱他看到是一个牺牲, 尤其是在后面, 耶稣所讲的, 你年轻的时候, 你自己树上腰, 任意往来, 但是你老年的时候, 是别人要帮助你树上腰, 要带你去你不想去的地方, 或是你不知道去的地方, 告诉伯德鲁, 他将来该是怎么样的死亡。 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 后面的一句话, 你跟随我吧, 耶稣说了, 跟随我, 我走过的路, 你一定要跟着, 我走过的十字架的路, 你也会遇到, 这一切因着爱, 因着爱, 所以我们就看到, 爱一方面是吸引我们, 天主的爱吸引我们, 另外一方面, 真的需要牺牲, 需要奉献, 我们看爱的诫命, 我们要彼此相爱, 但是我们去爱别人, 是因为他已经先爱过我们, 天主已经先爱我们, 所以我们才被要求去爱别人, 有天主的爱, 我们感觉到满满的满足, 幸福, 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也被要求欺赏, 看见没有甚ieren, 舔来有哪种感觉, 我的话在正值是送于马缅、 是ويjet踏, 你能不能把事实, 你要躲着苏便算通, 他 się放到美食 schools, 按转料器事故意, 给你充满多罕的满足以来几千万, 好像比较以百万 Canadiansule合将仁amen,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食粮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大地很人类 劳苦的果实 卖面饼呈献给你 是成为我们生命之粮 愿天主永受赞美 上主万有的天主 你赐给我们饮料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 劳苦的果实 葡萄酒呈献给你 是成为我们精神饮料 愿天主永受赞美 请大家祈祷 万全人的天主圣父 收纳我和你们 共同奉献的圣祭 好 圣父从你的手中 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你 莫容祂的圣祭 也为我们 他整个圣祷为的圣祭 认识的天主 求你认识垂顾 你知名们的奉献 并快遣圣神 净化我们的心灵 好使我们的极限 蒙尼悦纳 以上所求 使用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同在 请主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 请大家感谢主 我们的天主 这是理所当然的 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 我们实实处处感谢你 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必能使人得救 因为基督光荣的君王 战胜了 战胜了罪恶和死亡 在天使的战胜声中 上升天庭 成为天人之间的中宝 世人的审判者 万物的最高主宰 基督神天并非远离世人 而是要我们追随 祂的方中 到达同意的局处 我们原是祂的肢体 祂是我们的首领 因此普世万民 养育着附和的其乐 永远欢腾 同时天上的天使 和所有圣人 也同声歌颂你的光荣 不停地欢呼 圣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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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圣血 他甘愿使神说那时拿起面饼 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去那永久的蒙月之血 将为你们很众人情留 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信得的奥基 基督我们传罚你的证实 我们歌颂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光荣的爱 上主 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 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 使我们分享基督的身体圣血 并圣神合而为一 上主 求你全年普世的教会 使你的子民 却同我们教宗 翻几个 我们的宗主教 若翰与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圣者人员 都在爱德中 日序晚餐 求你也全年 怀着复活的希望 让自己的兄弟姐妹 并求你全年 我们的祖先 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相见你 光辉的圣荣 求你全年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 同真 荣赴玛利亚 圣母的敬佩 圣若瑟 主圣中途 以及你所喜爱的 历代圣人圣女 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 耶稣基督 赞美你 显扬你 全能的天主 圣父 一切崇敬和荣耀 借着基督 协同基督 在基督内 并连和圣神 都归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几君从 救救的训事 又承受他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执意 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 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 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 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 欠你诱惑 但救我们 免你凶恶 上主求你从一切 在活中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 得享平安 更求你大法慈悲 保佑我们 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困扰中 获得安全 使我们虔诚 期待永生的幸福 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 不是全会 一切荣耀 有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你正对总徒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但看你教会的信德 并按照你的圣意时 教会安定团结 你是天主 永生永往 阿们 愿主的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请大家互助平安 平安 愿主免是罪的天主高阳 求你全灵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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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免是罪的天主高阳 求你全灵我们 求你全灵我们 请看天主的高阳 请看出面是罪者 我们照来 付圣宴的人 是有福的 主 我们经历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全灵 请读求 主说 真理之神到来时 要求你们 明白一切真理 阿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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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祈祷 天主你借此身体生事 进化了我们 赐给我们力量 求你使我们 因参与着爱的圣宴 有助于我们 获得永生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神子及圣神 降福你们 主拜全我们去传报福音 弥撒礼成 感谢天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